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保健食法是每日兩粒,進階食法是每日八粒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 阻止皮膚恢養,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舌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歡迎大家收聽歷史淵流 這裡有Alex和我家產生 先說回上一集 上一集我們說過亨利測世 頭半年,他怎麼玩政治包裝術 利用時間差,把自己變成一個 基本上是很弱勢的皇帝 但包裝得很強勢 首先是自己登機才召開國會 反而在名義上壓住了國會 國會 然後利用國會 平反皇后一家 抵抗活苗一族的冤案 被人說他是小三的冤案 所以就由這個入罪女婿 一夜就扭成是一個英雄救美 他其實是一個空心老官 如果以中世紀國王三德 他絕對是一個空心老官 但是他包裝得很強勢 所以就騙到人 所有神民都覺得這個真是有了道 不過這一切都不過是頭半年發生的事 到1486年的三月 半年之後 他剛剛好就是他老婆有了 他就決定 我一定要向北巡 向北邊巡守 進去Yorktown 死對頭Richard III 那班人的大本營 目的就是 好像巡此王巡行天下一樣 告訴大家 我很威風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願意和大家講和 鬥了那麼久 我們要和 我們要穩定 他願意伸出格纜之 伸出善意 而當時在北邊的 York一族 我們說一下York一族的情況 當時York 我們說過Richard III 未登基前 他是北方議會的首領 他自從登基之後 就由他的兒生 叫做Earle of Lincoln 成為北方議會的首長 為何突然有一個兒生 我們記得他應該只有三兄弟 三兄弟 再加一個妹妹 不過這是他父親的大房 其實他父親是一個兒房人 他兒房人生了一個女兒 他的女兒 嫁給達勒普家族 於是他生了一個兒子 於是他生了一個兒子 所以他現在 Earle of Lincoln 林肯伯爵 就是John de la Pooh 所以成為了 這個叫做 Richard III 和Edward IV 愛德華四世的外生 他當時的名望很高 不過二十多歲 和Hamry VII 差不多大 所以他變成 Richard I 死了之後 他變成北方的首領 亨利七世 搞定了他老婆那件事 老婆的大事 唯有兒子生 雖然不知生世還是生女 怎麼都有一件 他決定要向北巡 他從3月1日開始 就出發 3月10日開始出發 就向北走 就走到北面 夠膽夠撒撲 可能開頭已經寫好信 我會來你那裏 寬度復活節 我去Lincoln那裏寬度復活節 然後還要入York 開台尼莎 告訴大家 我是英格蘭人的王 不論你是York 白玫瑰也好 紅玫瑰也好 我們合一 那些 那些 等於馬英九 成為總統之後 不分藍綠 全台灣人就是總統 那些 那些 如果以香港來說 林鄭就說要做全香港的特首 那些 這些事情 全世界都會做的 修補裂行 他們說就這樣說 於是就去3月10日出發 然後就去到Lincoln那裏 林肯伯爵的家 又去到林口伯爵那裏 剛剛好 復活節 就是附近 效法耶穌 跟人洗腳 死了29個人的腳 紀念他29歲生日 大家又舉行祈禱會 那些事情 祈禱回家 突然間 有人敲門 有倫敦 有密報 一來 就打開門 不得了 原來是中央情報局長 我們說過 有一個叫Rigoblade 的人 是做密探的 親自來 就跟他說 國王 新近收到消息 我們說過 Richard 他有一個宗犬 叫Francis Love 他在那個 那個 姓鎖 即是 修道院 偷偷走掉了 現在不知去了哪裏 之前 被人 自己躲在修道院 怕被人追殺 是 死靜 他有三個 密鼠 Richard 三眾神 死靜 那個 就躲在修道院 他們知道他躲在哪裏 但不敢進去 等於 那些人躲進大使館 你不敢衝進去 這傢伙走進去 走掉了 就說 你不要再進去 現在我們收到封 他去去 找到 叫做 Robin of Rosedale 這個名字 如果大家 先幾集有聽 在愛德華四世 已經出現過 就是 Rosedale的合道 等於 羅賓漢 羅賓漢 那類人 山賊王 你當黑社會頭子 叫Robin of Rosedale 卓號叫Robin of Rosedale 又跟這個人 不知道第幾代的人合作 說想弄死你 小心 但是Henry說 我是全英國的王 而且我要告訴別人 我可以打 讓他這樣嚇一嚇 我不去 我不行 知道 我有幾支針 在北面 寫兩封信 快馬上去聯絡標誌 弄兩隊兵 過來幫忙 原來他有暗兵 在上面 究竟是誰呢 等於告訴大家 通常都有隊密探隊 這些不用說 特務 特務 特務隊 密探隊 於是一路慢慢上 上到4月20日 終於入到York 嘩 那時候 風就傳到 中犬 Francis Love 和Lincoln 已經勾結了 整隊兵 想要圍著York 殺了你 根據一個很模糊的記錄 是很模糊的 是真的暗殺過他的 真的有隊兵去砌他 但是當他砌他的時候 突然間有隊騎兵操作動 就是在北方 奧芬蘭的頭 叫Henry Persey 竟然操作動 去護著Henry 如果大家不記得 Henry Persey是誰呢 就是 他原本是北方之王的家族 老Henry Persey 曾經幫過亨利六世 打愛德華四世 在圖頓戰役 結果就輸了 戰死沙場 兒子就是這個Henry Persey 被愛德華四世和Kingmaker抓住 困在Tower of London 後來愛德華四世為了跟Kingmaker鬥 竟然放回他出來 讓他鎮守北方 之後他對於若克一族很忠心 甚至在最後一仗 幫Richard Furt 去派了兵 去對付亨利七世 但是竟然斥奪令上 大家應該覺得奇怪了 可能怕了他 誰知道原來不是 原來這傢伙是亨利七世的人 現在才露底 由於這傢伙 由於這傢伙在 York那裏照著 操了兵進去 就沒有人敢動 暗殺是失敗了 真的 真的 究竟經過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但是肯定是Henry Persey 走進去York Down 照著了亨利七世 所以後世就說Henry Persey 是在 Fattle of Sporesworth 這一戰 原來他是鬼 除了是 這個 Thomas Stanley之外 他是最大的鬼 所以到最後 Richard先說 你們那些半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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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罵 他才知道其實他是乱者 放下針 放下針 他可以掌介石 武民黨 是 真是慘 好 結果 走掉了 失敗了 第一件事 Francis Love 據說 經過Earle of Lincoln 包庇 兩個一定有東西 就說 那些東西都放在那裏 林肯伯爵 不要理 我現在著草 走去法國 找Burgundy 那個Margaret of Burgundy 就是 Richard Furt 和愛德華四世的妹妹 我去找他 他一定會來幫忙 然後 著草 走去那裏 你頂住啊 你頂住就走了 那羅賓奧 那他什麼人呢 原來他的真名 叫做 Humphrey Starford 這傢伙 一聽到 就馬上著草 就走了 修道院 說 你脆嗎 我去修道院 教皇局大使館 你夠膽來捉我 就躲到那裏 Henry 走掉了 第一件事 就見回所有的人 Earle of Lincoln 林肯伯爵 那班人 就說 大家放心 我知道 跟你們沒有關係 我知道你們是無辜的 Francis Love這些極端分子 恐怖分子 他想破壞我們英格蘭的和平 他想賴到你那裏 等我們又再打仗 然後他從中取離 我是絕對不會中他雞的 你們大家放心 但是呢 就找對人 找那個 Rigo Blade 什麼 Henry Percy 就圍了修道院 然後就說 不要理他 衝進去 抓他出來 這樣說 嘩 那會得罪教皇 是 這件事抓他出來之後 就不會隨隨隨隨 我們是一個發展的國家 我們不會拼你生豬肉 所以我就一定會審你 那當然是黏著嘴巴 讓他沒話說 審完之後 吊死他 同時當你吊死他那一天 就收到教皇 就抹叉他 不用說 那個教皇叫做Innocent the Egg 是 是 純潔第八 Innocent 是 這個意思就是 純潔第八 其實就是 一些都不純潔的 有很多老婆 有很多情人 屋 收很多錢 那麼 就抹叉他 說你不給面子 你作死 這樣 於是他又照舊 寫一封信 純潔 我知道你很純潔的 有給你一點錢 我是很忠心於你的 麻煩 我給你解釋清楚 他想殺我 麻煩你又給我出了一份公告 告訴全世界人 你不可以包庇這些人 可以不可以 因為這個 純潔第八 很差 自己貪腐 為了扭轉局勢 很多人都罵他 有其他教外的人罵他 甚至是 同樣級數的人 都說他貪腐 他就在這玩 玩一件事 就叫人家 專門跟他捉異教徒 即是那些改革者 哦 新教徒 那時候 新教徒是未開始的 不過是 已經有那種趨勢 二端 你跟他捉二端 你跟他捉二端 是的 於是 亨利七世就說 那 教皇我一定會幫你捉二端 你放心 還有一大不成二金 所以教皇就很開心 跟他變解了 就搞定了 這件事 好啦 當搞定了這件事之後 然後呢 Henry就回到倫敦 死不去就回到倫敦 那他去到倫敦 就 九月 他的兒子就出生了 純產 那麼 他就把自己的兒子 改過名叫做 阿薩 阿薩 即是 傳說中 King阿薩的阿薩 是嗎 英格蘭傳說 我知道 這個中文 我忘記叫做King阿薩 是甚麼 阿薩王 阿薩王 那個阿薩 也就是說 他對於自己的期望 他是希望自己可以 為英格蘭帶來太平 然後再由自己的兒子 帶來一個傳說的盛世 喔 亨利八世 打算拿給亨利八世 怎知道 好壞不壞 就給了第八個Henry 亨利八世 八個才到Henry 蛤 第八個才到Henry 不是 這個兒子早死 對 這個兒子早死 於是再給Henry 亨利八世 所以亨利八世 基本上他不是指定 計成人 這樣 於是在當時 這個1486年9月 他的大兒子出生 King Alpha 就是Prince of Well Alpha 那些人叫他 出生 但是 他就知道 他是必須 他為了要製造太平 必須要剪除亂世的根源 我們說過 雖然第一次國會他是大成功 但是他只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要剪除了他要剪除的人 還不是要你們這些傢伙交稅 還不是下馬威 就是要不讓你們這些傢伙 勇斯兵這道命令 還未搞定 我覺得很難搞定 因為是很難搞定 因為第一次想搞勇斯兵的人 就是Richard II 結果就引致到亨利四世謀條散毀 所以那些人就勸他 你不要硬來 我現在要限制你們勇斯兵的人數 不過公務員就不在其內 所以那些人就把那些 士兵全部變成公務員 所以好像袁世凱說 我們沒有軍隊的 只有警察的東西 只有二十多萬 是啊 幾十萬警察隊在北京 你吹什麼 就是那些人 考納明目 這樣吹他不將 所以他決心一定要搞定這群人 但是這群人都知道這件事不可以快做 他跟那些人商量過 於是就說 John Motton說 是有一個辦法做 你升我做法官大法官 我專門負責 將由亨利六世玫瑰戰爭開始 非法侵吞皇家公地土地 的人全部抽出 重新整理 我們由裁員入手 即是由他們的財政入手 搞他 挖斷他們的財政 我們就有機會 他們自然就沒有錢 沒有錢 我們就可以找些事情搞他 他們也儲不到這麼多士兵 而相對來說 我們皇家的土地就大了 皇家的帳墓土地就大了 可以請兵回來對付他們 一定要削到他們 沒有能力再造反為止 真是打土豪 分田地 分給皇家 是 他說他想這樣做 但是我們有一個問題 什麼事呢 就是 其實 我的問題就是 我們 是少了熟悉 約克王朝公務員的人 我們說過 他們有三批 整個約克王朝分了三批 一批就是圓底 跟著Richard Furt 那群很厲害的公務員 全部跟著Richard Furt 第二批就是 跟著Henry那群 那群南方貴族 個個有錢 不過不會做的 第三批就是 北面那群死忠 打德 那群死忠 其實是很窮的 那群人 很麻煩 但問題是 公務員呢 最厲害的那群人 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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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兩人就走一個 剩下那群人 全都坐在牢裡 Town of London 根本就懂事做事的人 就沒有 那就頭痕了 嘩,怎麼辦 沒有人會做事 這批事件很嚴重 剛剛很頭痕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貴族走來 郭王,我知道你的等人勇 我有個親戚 我兒子來的 應該都做得事的 不過他以前跟你得罪得你很重要 打天下的時候 他不知道你肯定原諒他 那群人當然是說 喂,打天下的時候 得罪我的人都不少 你看我也不原諒了不少人 除了那28個人之外 我都沒有動他 那是誰 他就說 這個呢 其實現在還不在國外 他就守著在加萊港 就是在加萊當日 Backingham 之亂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John Dieham 鎮住加萊港 搞到他雞毛鴨血 亨利七世用了很多人力 想搞他加萊港 都搞不進 就是因為John Dieham 鎮住在那裡 他說 看見國王你又不欺負他 想看看可不可以為國效力 這樣說 嘩 亨利七世一聽到 嘩 好啊好啊 快點照他回來 啊 真是 我開頭真是幾害怕 他什麼 他信不過 現在有他 萬事俱備 立刻照他回來 一回來就 嘩 我 我 什麼 什麼 我 我 狗仰大名 啊 終於見到你了 啊 啊 真是 什麼 什麼 我 終於見到你了 我想得到你很久了 啊 你之前 對方家說 我之前濕身於這個位王 啊 真是 頭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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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給你 做朝廷第三位 第一位呢 就是他阿叔 Jasper Tudor 什麼什麼 High Law Steward of England 第二位 就是John Moulton 就是Law Chancellor 大法官 第三位 就是這個裁長 Law Treasury 嘩 一聽到 直接跪在那裡 嘩 知我者莫 過於國王你啊 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當然是講到盡 上演完這一幕之後 於是就 亨利七世說 我這輩子都不會動你的 你放心 你跟我坐在那裡 好好地坐在那裡做 你做什麼我都會支持你的 就是給個王話 給個王話 於是他果然就坐在那裡 由1485年坐到他死的 一五零一年 1486年一路坐到一六零一年 坐著個裁長 就重整國稅局 那麼 就抽到打碎 打到你那些傢伙 那麼 但是呢 我們講過 John Moulton 有一招絕招的 專門去 查你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叫什麼呢 那些傢伙叫做Moulton 謀倫 就很出名 他對著你 有錢的人 就會說 嘩 即是見你奢華有錢 嘩 你好奢華你有錢 做了不少地 嘩 我現在來查你 麻煩 他是他教 John Dinehead 他講 嘩 你這麼有錢 捐點給皇家 為國捐區 為國捐錢 這樣說 對方說 嘩大哥 一聽到我多錢 你要我捐這麼多 是不是不行 可以 可以 對著窮人 就會這樣說 窮人當然是節衣縮食 就會這樣說 嘩 你現在這麼多 你這麼多節衣縮食 省省省不少 都是時候要捐點 嘩 你一定有大把錢 搞什麼 這個就叫MOTORN謀論 堅不可婆 其實香港有一個已逝世的大文人 有一個名人 很會用這一招 他一反三 你猜是誰 誰 茶梁蓉、金蓉先生 噢 當年金蓉 好像不知道是張愛玲 還是林燕尼 和易書 應該是張愛玲 張愛玲和林燕尼 都說要他加稿費 噢 於是金蓉說 張愛玲 你花了這麼多錢 你賺賣賣賣賣 都是買手袋的 你與其億人賺賣手袋 那倒不如 不要加啦 你加了都買了無謂東西 不用加啦 他對易書 就說 易書小姐 你加賣加賣 都說 死限死底都不用的 那加來做什麼 不如不要加薪 這樣對他的 哈哈 哈哈 這個報紙有寫的 在他小時候 我看到都說 嘩 這樣 那 那 但是當然啦 金蓉年尾 就會封回封大利時給他們的 他解釋的原因 我不可以加他們稿費 一加他保費 那些同盟就會來摩抄 我說我做壞規矩 這樣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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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亨利七世這樣做 1486年尾已經斬到 那些人 開始由小的入手斬到小的 那 當然 這個 這個 林肯伯爵他們知道你什麼 你說和和 你搞我 你作死 所以他們決定 我們不忍 我們要跟他玩大 不是的 一於謀潮組 一於起兵造反 一於起兵造反 但當他們說起兵造反的時候 又是誰做老頭 萬一想到國王誰做老頭 誰做老頭 好像你不覺醒 你不過是一個外戚 你都不是叫Pentangonic 他說 不用怕 我們有人 Pentangonic 已經在我們手了 這樣說 他不是住在Tower of London嗎 那他是什麼一回事呢 到差不多九小時 我們回來再說 歡迎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保健食法是每日兩粒 進階食法是每日八粒 通清能有效降低尿酸 抑制肝細胞內黃飄零的產生 幫助腎臟板尿酸排出體外 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